我们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芒文编辑部静向寶沙冷气 以及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来讲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遇襲身亡 昨天有芒有问过,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说是今早讲的 外交部发言人林劍 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发表声明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就在他位于伊朗首都德克兰的住所里面 被以色列凶杂身亡 外交部有什么评论 林劍说 我们高度关注这件事 坚决反对并且谴责暗杀行为 重点就是这里 坚决反对并且谴责暗杀行为 对这个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对话 解决地区争端 加沙应该尽快实现 全面永久停火 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导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有声明 他回应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在伊朗遇襲身亡的事件 佩泽西齐阳 他说 哈尼亚的遇难 令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比以前更加牢固 抵抗和捍卫被压逼巴勒斯坦人民的道路 就会继续 并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坚定 他强调 伊朗会捍卫他的领土完整专严和荣耀 并且将恐怖分子占领者 为其懦夫行为 感到后悔 伊朗媒体的报导 德克兰的民众会在当地时间昨天的下午 在德克兰市中心的巴勒斯坦广场举行集会 奥斯丁在菲律宾 媒体问他 你可否确认以色列策划了对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 襲击 是不是事前有收到预警 奥斯丁 美国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 他说 对不起 没有任何讯息可以提供 这样 其实这件事也蛮复杂的 因为北京宣言刚刚才签了一字 没多久 北京宣言是 不同派别的 巴勒斯坦人他签的 他签了北京宣言 结果哈尼亚被人暗杀 北京宣言的全名叫做 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他就是这样的 他签这个其实就是 法塔克和哈马斯签的 以及其他巴勒斯坦里面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都去了北京签这个 条约 大家先去团结 这是统一战线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了 伊朗他们 他们有提到 具体的情况展开调查 哈马斯他们有提到 这次的襲击就发生在哈尼亚出席 伊朗 新总统 佩泽希齐阳 的就职仪式之后 发生的事 那么 哈马斯那边的人怎么说呢 哈马斯他们的高级官员叫祖克里 他有表态的 他就说暗杀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哈尼亚是导致局势严重升级的事件 祖克里还说 哈马斯是一个足够强大的运动 不会因为领导人遇刺身亡就受到影响了 我们就在发动一场 解放耶路撒冷的公开战争 这就是 祖克里来说的 这个他这样说 我觉得之后也很严重的 因为之前没有说什么解放耶路撒冷的公开战争 北京宣言那里没有说这些 北京宣言那里 说的东西 其实大家团结 没有说要搞 解放耶路撒冷 如果一说解放耶路撒冷的公开战争 那以色列他一定不会停的 就算不让以色列也不会停的 现在以色列他就更加有理由 把这个哈马斯放下 他们现在说 祖克里 祖克里还说 他会准备为公开战争付出任何代价 这些平民当然是麻烦了 哈马斯政治局的成员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叫马尔祖克 这个马尔祖克就是谴责这件事 他们说会报复的 马尔祖克就说暗杀就是罗夫的行为 不可能就不遭到惩罚 那白宫发言人呢 他们怎么说呢 白宫就说 哦 看到了 哈尼亚在伊朗被杀 但是 不与置评 因为不关事 那么 以色列军方也 拒绝发表评论 以色列的军方就说 我不会对外国媒体的报道 做出任何回应 但是呢 这件事最惨的事就是 其实呢 以色列的文化遗产部的那个人 叫埃尼亚胡 他在X那里发了贴 他说哈尼亚被杀 就是清除世界上污蔑的正确做法 哈尼亚的死 就让世界变得更好 好了 知道的事其实就是 内塔尼亚胡他下了命令 叫那些官员全部都沉默 但是这个 以色列文化遗产部这个人 是瘋的 他就 继续发表这些言论 那会不会全面爆发中东战争 我的看法就很难了 为什么我的看法很难呢? 现在内塔尼亚胡他做的事就是 是会杀那些哈马斯的领导人 有些专家就说 喂 中东全面打仗了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可能性是相对低的 这个 这个可能性是低的 但是 一直都会有人说的 但是我到现在都认为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搞到全面战争 可能性是 可以说是很低的 那 现在以色列和伊朗 他们的争端就加剧了 现实就是 那么 在联合国里面 联合国安理会 其实之前就有开会 开了两个小时的会 也是 就是 以色列指责伊朗 伊朗指责以色列 以色列指责伊朗和他的代理人 真主党和哈马斯 煽动紧张局势 并且密谋攻击以色列 那么伊朗 以及其他在那个地区的国家 其他在那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人就说 就说局势紧张都是以色列的错 现在有一个指控就是以色列 哈利亚被杀的幕后黑手 但是以色列没有回应的 美国他们就出来说 虽然也不想局势升级了 但现在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谈判 达成加沙战争的停火协议 这样就可以缓解当前 困扰加沙的紧张局势 对吧 美国他们现在都认为自己可以促成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某种形式的停火 就可以送一些哈马斯捉捉的人去以色列 哈马斯那边 多些人道主义的东西可以带进加沙 其实这场仗已经打了300天了 其实就 有几十万的人已经流离失所 这是现实 不过 这个局势也是很反的 在44分钟之前 以色列的军队就炮击了 马加齐难民营 马加齐难民营 造成至少8人死亡 是刚刚的事 但是现在没有细节的 我现在马上看到 告诉你现在是很严重的 以色列方面 其实最少这场仗死了139人了 这场仗三百多人 加沙方面 至少39,445人死亡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至少594人死亡 在加沙那边 超过15,000个小朋友是死亡了 还有超过1万人是失踪 你一打这些仗死了这么多年轻 好了 这个约大河西岸那边 144个年轻被杀 你听到这些数字 都知道是很残忍的 整件事是很残忍的 还有 还有 半岛电视台 就是Al Jazeera 他的记者和摄影师 都是在加沙北部的沙提兰民营 以色列的集击里面丧生 死了两个人 一个电视台死了两个人 也多谢Lin Steller 你的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你 现在总之就很严重了 整件事 有没有办法降温 比较难 以色列的联合国代表 就把伊朗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 以及说他是驱动威胁我们所有人死亡和破坏的机器 他是破坏这个世界引擎的机器 我是这么说的 Eddie Wong就说 刚刚看到新闻 伊朗最高领导人说 准备计划攻击以色列 我的看法 未必会的 未必会的 但现在这样的局势 其实整件事就很紧张了 搞得很紧张了 以色列想打灭族 道尔就这么说 其实是不是以色列想打灭族 我认为以色列人 他们未必是想打灭族的 但是 内塔尼亚湖现在正在做的事 可以 差不多 当是种族灭绝都可以 可以说 差不多是种族灭绝 不是 完全是 但是差不多是种族灭绝 这是很严重的事 没办法了 整件事都很残忍 国际社会其实是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的 就是 巴勒斯坦的副联合国代表他说的 他没有说错的 不要让以色列将所有人 拖入 战争的深渊 因为现在已经搞得很严重了 已经死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营养不良 有很多人受伤 总之就是 这些是惨无人道的 Sam Trey就说 内塔尼亚湖不想下台 他当然不想下台 但是他们这些人早晚都要下台 以色列 他们被人襲击 当然也有 他后面的原因 很难 说哪一方面对 哪一方面错 大家都有责任 其实要和平 大家都是要 共同努力才行 休息一会儿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对 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